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所讲的这种主观意识上的东西 就主要是讲你在完成这篇书法作品之前 你在想什么 所以当你想的有些东西是没有必要的 那么它就给你这篇书法作品带来负担 而往往初学书法的朋友们 常常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思想负担 甚至林书很多年的人也常常犯这些个毛病 在这方面我们首先应该说一下 东汉时期的著名书法家蔡雍 就是蔡伯杰 他在他的一个论著当中 叫笔论 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他说 书者散也 欲书先散怀抱 认清自信 然后恕之 这段话说得非常好 然而做到却不容易 为了让观众朋友记得清楚呢 我们先拿笔把这几个字写下来 说明明就不应该看一下 我们先拿笔扔 我的书法家蔡雍 我先拿笔扔 我先拿笔扔 谢谢观看 那么您谈到这个心理负担 那么这些心理负担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些心理负担主要是来自一些不正确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本来应该写字的时候是心情很放松的 然而很多人却非常紧张 往往这些紧张带来都是负面影响 那么我们现在总结一下究竟在想什么呢 引起这么大负担 具体都是哪些 主要是比如第一条 参加一次大展大赛 比如说全国什么大型的展览 大型的赛事 参加这些 他在完成作品的时候 他不是按照自己的审美意见去完成 而是呢 他却按照评委的审美意识去完成 去迎合评委的口味 对了 投其所好 比如说考虑一下评委喜欢什么书题 评委喜欢什么样的词句 评委喜欢什么样的格式 等等 那么就是按照评委的审美意见 你去完成这张作品 本来书法是表现自己的胸怀 而相反去表现别人的一个这个好恶 所以这张作品 它肯定不能表现出自己最高水平 而且还往往容易落选 因为你没有写出最高水平 那么落选就是自然 即使是入选 也不是自己的代表性的东西 所以这是常见的一种心理负担 在这方面我们就想起来 这个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简称就是心经 上面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呀 心无挂碍 无挂碍 故无恐怖 你心里有挂碍 你有想法 有意图 那么这时候写字的时候 就失去一种自然天真 所以往往在大展大赛当中 不能表现最高水平 也常常是因为偷其所好的原因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 就是常常出现的就是说 水平比较好一些的朋友 他们常常会参加一些笔会 在笔会当中呢 有很多人呢 到着来观看他们的这个 写字啊 绘画这些个过程 那么书法界的一些朋友呢 往往在这个时候 有花重取宠的态度 而在这个时间完成的作品 往往不是上乘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或者有一定知名度 被一种恭维的声音 或者是掌声 喝彩声 误导他们 他们愿在人前呢 显贵 于是呢 平常所真实的水平表现不出来 而在人前有一种卖弄之间 所以这又是常常需要注意的 但是一旦你走后之后 作品留下来 可是它已经是在世上流传 将会给你带来影响 再有一种呢 常见的一种心理负担 就是名利食然 因为对名利的追求 导致自己的书法 表现不出真正自己的水平来 比如说 你想卖一张字 因为作品呢 书法作品常常可以称为商品 有的价格昂贵 尽管如此 但是在你完成书法作品之前 你不可以有制造商品的这种意图存在着 如果你在边写字边想到 这张字能卖多少钱 将来能卖多少钱 或者现在能得到多少 这马上就把你这张书法作品的这种内在精神都打乱 我们可以这样说 书法作品可以成为商品 但是书法家不应该有商人的习气 所以在这方面应该是我们特别应该注意到的 追明朱利在完成作品之前有这些思想负担 计较得失 那就很糟糕 所以古人常常在落款之处吧 这样说 功着不计 功着不计 就是不计较他的功 也不计较他的着 他说是丑是美 我心里现在没在想这个问题 只在是认清自信的 咱们去写 而这种天真自然 就非常难得 而我们往往这种心境 没有的时候 那么多的负担 就会带来很坏的影响 这是一种常见的 再有呢 就说这个被卑帖所困扰 因为你起先在临帖的时候 或者写卑的时候 这过程 那么一再的希望能与古人酷似卑笑 希望能和他一样 那么在临帖这个过程当中 是需要这样 但到了你完成作品的时候 你完全不可以再想这些 因为你再想这些 马上就被古人的那种审美意识 和那种心境又所取代 应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强调什么呢 在临帖的时候 应忘我 在完成作品的时候 应无他 那么我在完成书法作品之前 任何人都不能替代 我只是在写我自己 书法我自己的胸怀 怎么可以想到别人的事情 尽管 由于不去想到卑帖 可能在自行上 违背古人的一些的东西 但孙国庭书谱讲得好 就在这个世间的话 如果是任经私心去写 只要是基本功好 过去拎帖 拎卑的基础 牢固 那么就可以做到呢 唯息陷而无师 背中章而上功啊 这个意思是这样的 另外呢 宋代的著名的书论家江奎 他曾经有这样一段名言 说得非常好 也是谈在写之前 这种心境问题 那么我们把它也抄录下来 让观众朋友一起跟我们看一看 没事 谢谢你 谢谢你 然后再来 谢谢你 待会儿 来 他说呀 为书之庙 不必平文案本 专在应变 这就非常明了地告诉我们 在完成书作之前 要想达到妙境 不必平文案本 那就是不要再凭借着古卑贴的那种模式 来去像零模式的去完成 那样的话就非常不自然 而专在应变 所谓指的应变是指的 比如说今天用一支笔 并不是特别理想 平常喜欢用养好笔 忽然给一支印好笔 那怎么办 那么这是一种应变 基本功好的人 就善书者不择比 那么纸 平常用惯了细纸 忽然给一张粗些的纸 怎么办 平常用惯了淡墨 忽然给浓墨又怎么办 这种应变 那就是看自己的一些水平 和平常的心境 要有一颗平常的心 那田老师 我请问您 有人说写书法要用力 有人说用气 又有人说用心 还有人说用意 那您觉得这几种说法 哪一种更加准确呢 这几种说法 原则上说都是对的 往往比如这样说 看到一篇好的书法作品 常常夸越它是一篇力作 那么说力作 当然里面有力的作用 有力量在里面 另外呢 有人经常说呢 就是说我们是这个用心去写 用意去写 用气 因为气息问题在书法当中很重要 意境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何况有谈到这个书为心的话 都跟心意气力有关系 然而真正的 谈到大书家的 传世的杰作看 又似乎 与这几方面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看到王羲之的蓝天旭 你说他是在用力吗 宋国厅书谱当中呢 在这方面讲过 他是一篇好的书法呀 非利润 非利润之能成 同自然之妙有 也就告诉你 它是跟自然的这种美妙是一样的 它不是利润所能达到 也就用力啊 有力 就不是完全凭借着这个利的 那么你说气的问题也是这样 气意心 某种程度有接近的地方 我们去看看古代的一些个书法作品 比如说燕真卿的记纸稿征作为 这些个名篇巨作 你去看一看 它完全是无意为书 苏世也这样讲 无意为家 并没有村心要把这样子写多好 而客观给我们赶来赶到的 就是美不胜收 越往往是一种天真之作 越给人留下 这个无限的遐想 因此说 用力用意 好像都不是古人的真实的原因 古人仿佛就是在一种 一种非常放松的状况之下 无意为家庆之下 而表现出来的 因此对这个问题 将来我们有必要 从这个书法美学上再做比较详细的探讨 好的 那么谈到作品呢 我想从作品形式来讲 咱们应该讲到了这个 斗方了 斗方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斗方的大概内容 这个斗方啊 很简单 斗方就是一个小型的方块 指呢 一般的为一尺见方 在这个前辈们 被认为的斗方的这个形状 应该是一尺见方的小方块 这种形状 所以往往呢 它是用一个镜块 箱起来啊 或者小的挑幅 或者表一个镜片 这往是这种情况 这个顾名思义啊 这个斗啊 就是小的意思 斗式啊 比如说 对 斗式啊 还有说斗成 都是指的地位狭小的意思 那么方呢 自然是一个见方形的 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斗方呢 是指的小型的一个方块 这样一个书法形式 这叫斗方 那么斗方在具体写起来的时候啊 各种书体都可以通常的使用 也有的在上面写一个字 就写一个字 也是个小斗方 写个寿字啊 写个符字啊 写个一笔虎啊 等等 写什么的都有 也可以字数很多 但是往往呢 因为啊 纸张比较小 字数啊 偏多的比较多 字数比较容易偏多 咱们这样 给大家呢 写一篇字 不一定写一尺见方的 因为啊 现在这个 所讲的斗方呢 往往是 比如说四尺的整张宣纸 那么对裁以后 二乘二的比例呢 就是二尺乘二尺 这样见方的 也称为斗方 嗯 说是大斗方 大小斗方呢 一般都可以称为斗方 现在这个斗方已经是个泛质问题了 嗯 脏块一般都是这样称为了 哈 我们写一张 看一看 好的 这些衣服呢 带有一点 炎体味道的心肯 炎真青的传世之作呢 虽然很多 但他的心肯 我们仍然见到的很少 不过我们现在 所写的这篇 带炎味的这个心肯呢 呃 也并非是我自己的一种自创 而是一具前人 已有的格局 在前面 我已经谈过一个问题 就是初学者呢 应该从古卑帖入手的问题 这里我要补充一个问题 就是要注意到啊 另一个侧面 只临写金人 不学习古人是书法上的一个大忌 这是我讲过的 但只见到古人 而忽视近现代的一些书家 也是错的 比如我开始呢 呃 学习欧阳荀的时候 同时又对于后世 学习欧阳荀有成就的一些个名家 比如说温征明啊 成亲王啊 林泽徐 黄自元 以及近人 沈尹墨 邓散目 魏绍清 王祝林 陈景三 等等 我都进行过研究 以便的弄清这个欧体字的来龙去脉 同样都是临摹一家 而各有心得 各有发现 又各有发展 即使在教学期间 我也在参考着学生们一些个林天的经验 那么把话拉回来说 燕真卿的后继人很多 虽然在整体上说 后继者还没有超过这位创始人 但在局部上 却各有发展 比如 学燕真卿 在这方面有成就一批名家 像何少基 前南园 工会周 华世奎 杜晓芹 戴斌园 等等 都有二度创造 清代以来 渐渐形成的燕体味道的形态 便由这些人当中渐渐形成 使燕体书法 这一重要的流派 都以更大的补充和发展 这是杜甫的一首诗 诗的题目是 春日一礼白 这首诗表达了 诗人杜甫 对李白的超人的禀赋 高华的文采 以及李白那种超成脱俗 卓然不群的那种非凡的性格的 一种静慕之心 还有呢 是对李白的真知的一种私慕之情 现在我们把这首诗呢 诵读一遍 白野诗无敌 飘然思不群 清心于开府 俊意报参军 卫北春天树 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尊酒 重语戏论文 好 观众朋友 这是刚才田老师 为我们演示的那幅斗方 下一次节目呢 我们开始介绍 另外一种书法作品形式 也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中堂 此外呢 田老师您还要给我们讲述一下 这个书法作品和文字内容之间的关系 是这样吧 是这样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